《海贼王》,乌尔提被大妈杀死,基德挡住皇帝剑就下难美。 《海贼王》1013话果然又是劲爆的一话,这一话的剧情再次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 大妈自从开启修宁模式之后就变得混乱不堪,有军什么的在大妈脑海里已经没有任何概念。 为了保恩,大妈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佩吉万和乌尔提。 之前佩吉万被大妈一拳秒杀,很多粉丝觉得有点夸张,怎么说佩吉万也是六子之一。 然而在1013话剧情中,更为离谱的一幕出现了。 乌尔提被大妈杀死,基德挡住皇帝剑就下难美,如此看来,大妈和基德即将正式开打。 大妈这次释放了一个全新的大招,这次大妈江赫拉、普罗里修斯和拿破仑组合成一把类似大炮的武器,然后发出一个新招是明光炮。 这是一个合体技能,既然是合体大招,不用说都知道攻击力一定非常可怕。 而明光炮直接击中了乌尔提,从上图画面中可以看到,乌尔提小姐姐的身体被直接射穿,画面看起来非常凄惨。 注意,此时的乌尔提使用了人兽形态,这个形态是动物系果实能力者的最强形态。 人兽形态不仅攻击力很强,同时非常擅长战斗,因为体型也不是特别大,战斗的时候也比较灵活。 乌尔提小姐姐被击中之后,她还骂了一声畜生。 随后小姐姐倒得不起,从小姐姐的表情来看,乌尔提伤得确实不轻,不仅口吐鲜血,同时两只眼睛也出现了翻白的一幕。 如此看来,乌尔提可能就不活了,就这样,乌尔提被大妈杀死。 当然,剧情也不绝对,毕竟在海贼王的世界中,什么都有可能出现。 大妈果然是一个耿直的死黄,她竟然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 之前大妈就说了,先搞定乌尔提之后再来收拾纳美。 既然乌尔提已经被她搞定,那么接下来,大妈就会盯上纳美。 画面又出现了搞笑的一幕,大妈使用皇帝剑追赶纳美和乌索普。 随后,大妈挥舞住皇帝剑又是一个大招。 从闹美,乌索普以及小玉的表情来看,如果三人被这一招击中,那么三人可能也会直接挂掉。 毕竟大妈是四皇,人家一招就可以秒掉乌尔提,秒掉哪美一行人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。 关键时刻,基德出现了,前面我们就分析过,基德的实力很强,作为超新星之一。 基德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陆飞匹迪的男人,之前一直吼住干掉凯多,要是没点实力也不好意思说大话。 基德使用了一招名为闲的大招,就这样把大妈按倒在地上。 这一话果然很精彩,基德挡住皇帝剑就下了纳美,而乌尔提也被大妈干掉。 看来,剧情的发展会越来越有趣。 基德能打赢打妈吗?各位海迷不妨提前猜猜看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